今天呢,给大家掏一个好窩子,又心意又实惠,而且品质还好,是因为美女给介绍的,就是这一箱,倒霸囊去看看,到底什么? 他家呢,就是自助骨头锅,但是啊,跟别人家不一样,品牌比较大,一般的老汉别人呢,都知道,老军炉,他家的食材啊,大概有剩来一种,水果啊,小菜啊,还有那个零食啊,肉类啊,很多种很多种,还把他说别客气了,说 咱们现在啊,还是少拿勤拿吧,别浪费 你好,这是咱家特色,百年老汤锅 这汤都百年了? 对,咱们老军炉史创1993年,今有百年历史,这个汤至今就没断过 老军炉跟你什么关系? 我是老军炉第四代传人 这家这个汤底啊,的确有特色 一闻呢,就是一股老汤味儿,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清楚啊,感觉厚厚的一层老汤,看不看见?厚厚的一层 这边呢,它是青汤的,青汤闻起来啊,一股海鲜的鲜味儿 这是咱家特色酱骨,骨棒和骨酱,酱骨的汤底和咱们老军工烧鸡的汤底是一个汤底,别看价格不高,但是必须保证品质和质量 我们家羊肉用的都是大庄园的,丸子用的是安拧的 他家呢,是38一位,自住的,小料呢,是5元,实际呢,就是43一位 咱俩呢,喝点吧,他家不让带酒水,别让人看着 喝不?没有 你今天可以喝这个酒啊,非常适合你们女士喝 原来在宫里,慈禧老佛爷喝的酒 人和菊花碗 味道怎么样? 有点菊花的香味儿,甜甜的 有一丝丝的甜,对不对? 然后感觉肉体柔柔的 对对对对,这女士喝的酒非常好 你看刚才吧,我在车里拿着的 这个酒冰着喝,口感更好 又冰着喝 造大骨头了 看这个老菊卢的成料 做出来的骨头什么样 我来个瘦瘦的 嗯,大喊如味儿 口呢正着好,确实不错 你别看这个骨头上色特别深 但是非常好吃,非常好吃 确实不错啊 酱料味儿吧,虽然很重 但是说它,你吃不出来这个中草药那个味道 它都把那个味儿去掉了 做的确实棒了 来美女,来,整一口 如果你喝好了这个酒 那时候你就经常给我拍视频 天天给你带,天天给你喝,好不好? 好,你到这口 我随意,你别干净 他家这个小孩是别人家平衡不了的 因为人家自己家有工厂 自己家做的,但是在他家 唯独一样美食是吃不到的 就是烧鸡,他家这没有 开锅了,下肉 中华老师后 中华老师后 国家非物质文化已产很久 这个包装真的挺漂亮的 嗯 这个 汤料这个味儿,这个老汤味儿真浓啊 真浓 我认为,就在咱东北吃火锅喝白酒 对路 来吧,整个好 你看我够香的喝过你 怎么喝 哎 就是老汤的味儿特别浓 肉非常好啊,肉非常好 我吃看这个锅好吃 这个锅底啊 就接近咱们传统的东北火锅 那个锅底 就穿锅底那个味道 这个锅底啊 这老汤的锅底啊 就比较腻 吃的比较腻 所以这个锅啊 吃的时候可以多放酸菜 它才能解腻 解腻啊 要咱说酸菜锅底 老汤酸菜呢 吃完了 我俩一共花了86 无论是品质还是口味性价比都非常高 如果你喜欢吃骨头啊 他家是首选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 喜欢我的视频记录关注 拜拜 拜拜 拜拜